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呢 眾所矚目大陸的家電品牌龍頭小米 在今天下午他們是舉辦了一個記者會發布會 不過這一次他們發布的是新能源車 就是電動車 而今天的執行長雷軍他就表示 這一次只有發布技術不發產品 好 言下之意呢 就其實在今天的這個記者會上頭 他們是沒有看到這樣汽車真正的樣子 但是雷軍他侃侃而談 如何打造汽車的技術 並且他也喊出小米的目標 就是要媲美保時機還有特斯拉 打造汽車工業新時代的夢想之車 做好看好看還有舒適安全 移動智能空間 為中國大陸的汽車工業全面崛起而奮鬥 好 不過今晚說今天的發布會 沒有公布小米汽車的實體模樣 但先前其實在雷軍 他自己的官方微博上頭 已經PO出了數張小米SU7 海灣藍的樣子 這個顏色真的是相當的夢幻 售價大約是將近20萬元人民幣 是折合台幣大約是87萬左右 長達3公尺的軸距 那車身的尺寸是將近5公尺的 最高時速是265公里使用的是寧德電池 當然這個電動車呢他們主打的是寬敞舒適還有時尚 而從這幾張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 其實在車尾的地方是特別相上了北京小米的字樣 雷軍現在就喊話了為了要造出好車 其實他自己已經試駕了150輛的汽車 就是希望可以吸取每個品牌不同品牌的優點 套用在小米自己開發的電動車上頭 他更說這高性能就是小米的基因 最終的目標他非常的有野心 他說15年到20年之間的努力要成為全球前五大的汽車廠商 好 其實為了要打造出他心中完美的電動車 早在2013年的時候他自己就親自兩次到美國矽谷這邊 拜會特斯拉的創始人馬斯克 就是要借進新能源汽車打造經驗 目標就是要打造小米理想的電動車 好 小米汽車其實現在很多米粉們 他們都在傳說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開賣呢 好 其實在上個月的時候 大陸工信部的目標就悄悄透露出訊息了 好 這是根據這個工信部他們的目錄顯示說 新車名稱是這個SU7企業集團的名字 就叫做北京汽車集團 就有供應商其實透露說 小米汽車首批車型 明年二月份米粉不用等太久 即將就可以上市開賣了 好 雷軍呢 他今天是召開第一次小米汽車發布會 說正式的官宣 從今天12月28號 好 一共算一算1003天 他說發出豪雨要15年到20年的時間 成為世界前五大車廠 保時捷就是最好的標杆 所以各位也能看到全球車廠都在對標保時捷 是因為保時捷做得是真的非常好 新世紀以來呢 特斯拉開創了移動智能終端的先河 那麼未來 新能源汽車應該是先進的智能移動空間 所以小米汽車的目標是甚麼呢 造一輛能媲美保時捷 媲美特斯拉的Dream car 打造好看好用舒適安全的移動智能空間 其實這就是我們小米汽車的目標 當然這個目標其實實現起來挺不容易的 百年賽道無捷徑 我從第一天就知道我們只有一條路 就是從底層核心技術做起 十倍投入 認認真真的造一輛好車 並且還要有耐性 我們要通過15年到20年的努力 成為全球前五的車廠 為中國汽車工業的全面崛起而奮鬥 好 其實從雷軍他先前在他官方的微博上頭 都公佈了這一款旗艦車SU7 海灣藍的顏色的照片 其實跟寶時捷的確是非常的神似 而且他們說這一次小米他們打造的新能源車 車身的尺寸是非常的寬敞 而且再加上時尚的外觀 那現在說這個售價大約是87.5萬元台幣 其實被認為說性價比還蠻高的 好 持續要來關注的另外一個國際重點 就是以哈戰士了 現在以色列軍隊在27號公佈了影片 說是在加薩這邊的醫院 還有另外一所學校附近 發現哈馬斯的隧道入口 以軍表示說在隧道裡頭 發現了各種樣的武器還有彈藥 目前至少摧毀了三個隧道 透過以軍他們所提供的畫面可以看到以軍他們是沿著住井往下 然後到隧道裡頭發現隧道有電梯 而且還可以操控停止或是啟動 以色列軍方在轟炸加薩地區之後 目前持續深入加薩城市的廢墟 要掃蕩哈馬斯 包括就是要殲滅這些地道 好 但現在其實國際監視就很擔心 這個宜巴戰火有可能會擴大到整個中東地區嗎 以色列國防部長現在就表示說 以軍在七個戰區受到了攻擊 除了在加薩這邊還有黎巴嫩 敍利亞 夜門以及伊朗等等地方 還警告對手不要輕舉妄動 手榴彈機槍掩護 槍身大作 子彈滿天飛 以軍士兵突擊 在加薩走廊向洞前進 挨家挨戶掃盪 不過除了加薩 以色列國防部長直指 以軍正在打一場多戰線戰爭 正在受到來自七個戰區的攻擊 包括了加薩 黎巴嫩 敘利亞 越旦和西岸 伊拉克 夜門及伊朗 他警告這七大敵人不要對付以色列 否則將成為潛在目標 英國媒體形容這暗示以軍行動 恐怕會擴及整個中東地區 而以軍又發現了一個超大的地底隧道 入口距離以色列邊界只有幾百公尺 可能在地下綿延長達三百公里 深入加薩市中心 內部建造的相當艱固 有好幾個房間 用來儲存和移動武器 發動攻擊以及挾持人制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表示 已經進行了十一週的戰爭 還會持續數個月 沒有神奇的解決方案或捷徑 以軍將完成消滅北部哈馬斯的任務 將擴大南部和中部的軍事行動 在陸海空猛攻下 加薩大部分地區的通訊服務中斷 影響人道救援工作 其實斷電早已成為加薩的日常 為了跟上新聞 用電池供電的收音機成了搶手貨 彷彿回到實際時代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預計下週將再度訪問以色列 以及中東幾個地點 商討如何引以下一步 這將是10月7號以哈戰爭以來 布林肯第五度前往以色列 記者送後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不按鍵 嘅 麻煩 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